下午東北氣風影響 台東的船運業者7號發布公告 原本8號早上9點半由台東開往綠島船班 延到下午1點半才要開航 而當天台東往返藍雨的船班 則是全部取消了 請民眾要特別注意 船隻靠岸之後 遊客們陸續下船 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準備乘車返家 7號下午 離島的遊客要是沒搭上船返回台東 也許就要再增加一天的關島一日遊了 受到了東北氣風的影響 船運業者及航港局在7號下午發出公告 原定8號早上9點半 由綠島出發開往台東的船班 改到當天下午1點半開航 而回程的時間仍然維持2點半出發 但8號當天 由台東往返藍雨的船班 影響就更大了 當天所有的船班宣布全數取消 前準備在8號往返台東籍藍雨的民眾 多加注意了 記載前輪 台東市報導 記載前輪 台東